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 两宗本地个案分别是帝院酒店和国保之家的员工 没有源头不明病例 确诊的两男两女11至60岁 其中两个人是由外地回香港 分别去过荷兰和印度 另外两宗个案和之前的本地个案有关联 包括一个60岁的男人 是帝院酒店员工用过员工休息室 星期六发病由检疫中心送院 另外一个49岁的女人 是葵聪残疾人士院舍国保之家的员工 是这个宿舍首次有员工确诊 连埋院友和家属 这个群组一共有19个人感染 政府在4个地区设立临时社区检测中心 累计收集了超过15500个样本检测 暂时没有验到阳性个案 石卫局长陈兆史说 不应该以本地长期零确诊为目标 零星个案难以避免 未来只有靠加强检测 截断社区船舶链 末曉旋报道 是4个临时检测中心唯一延长到星期日都开 市民想做检测 不用等已经游得入 政府10月12日陆续开放4个临时检测中心 累计收集了超过15500个样本 石卫局局长陈兆史在网字赞文说 在疫情新常态之下 大家不能够也不应该以本地长期零确诊为目标 社区出现零星个案或群组难以避免 所以检测是重要 因为可以截断社区传播链 检测数字方面 普及检测阳性比率是0.02% 普通科门诊市民拿样本包 验到确诊是0.18% 而有病征去医管局或卫生署求诊的市民 验到阳性比率达到0.3% 不过验到最高的仍然是私家医生 3月到现在做了超过11万个检测 找到900多个个案 阳性比率达到0.8% 问题是已经试过很多次 私家医生没有为有病征人士做检测 令病人言误确诊 陈兆史说已经多次向私家医生发信 呼吁他们安排病人接受检测 至于何时推健康码 就仍然未有答案 大家期待已久要逐步恢复 和内地的跨境活动 而食卫局和创科局 早已完成健康码工具的筹备工作 现时正在特区政府按照本港疫情的最新状况 和内地和澳门相关的部位 是进一步去商讨推行的条件和时间表 他说适当时候 会向市民报告健康马进展 有线电视记者莫晓璇报导 一直在掌握 有先三晚